字幕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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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呢? 在这里 到了 字幕提供 好像是老板再加老板娘的生日 但字幕提供 有多好吃 我吃过很多次 又叫外卖 不如一起去看看 Go 到了227田散 最特别的地方是 好像在台湾 有什么招牌菜 这是什么招牌菜 它好像刨冰 或者棉花冰 可以选择 好像在面 选择菜式饭 你可以像点心指 在这里选择 想吃什么底 豆腐花 材料 糖水 全部沙冰 什么都可以做的 为什么叫养生花 我的理解 就是因为 它全部的材料 都是很养生的 真的很健康 也是很健康 非常之 很健康 很养生的 而且呢 全部的东西混在一起 就好像一个花 你可以看 你那个 你那个 有点像 这个像花 这个像花 这个像伯母 好 现在就到我吃这个 凉粉 再加那个黑糖沙冰 那我首先吃了凉粉 其实我觉得这个凉粉 看起来像龜柠檬 吃一下吃下去 我觉得它有点甘甘的 这个是蒟药 蒟药杞子 蒟药是我很喜欢吃 凉粉 凉粉 好像没有补血 不是好像没有补血 不是补蜜 这个是石花袋 不好意思 石花袋 但是我只是举药 而且我很喜欢它 它的涼粉和配料 不是很凉 但你一会儿有冰沙 一小撮 再吃下去的感觉 就会很实快 rencontren 因为它是黑糖沙冰 但是黑色味 試試試試試看 我覺得甜味剛剛很清淡的感覺 整件事合起來 感覺上很養生 這個會給你牛粉 這個豆腐瓜明顯是沒有加糖 喜歡在台灣九份 不知道是哪兒 吃的那些麵 在這裡有特份 在這裡和廣州有特份 給8分 這次試試這個豆腐瓜 有沒有我覺得最好的豆腐瓜 這麼好吃 很滑 竟然是很滑 好像豆腐瓜 應該要很漂亮的紅豆 而且要很新鮮才可以做到 有嫩滑 也有煙流 這個我反而很喜歡這個麵 這個我會給你 10分 沒有 那如果你下次想來 吃些養生的甜品 就一定要來這裡 227甜蛋 吃這個 吃這個 一會兒